大家好,我是千锋好城市员大树一讲师大海 那么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Ploom的安装 我们前面已经了解了Ploom的基础组件 那么我们接下来进行安装Ploom Ploom的词炼它的安装配置是比较简单的 对于安装软件 我们会有好多种安装方式 那我们今天呢就采用这种二进制的安装方式呢 去安装 那么我们首先打开我们的什么 打开我们的讯息 将什么 将我们的Ploom的人 我们先创建这样一个目录吧 创建一个Ploom的这样一个目录 然后呢 我们将什么 将数据 将我们的安装包 将我们的安装包上传到这个Ploom 那我们这里面采用的Ploom的版本呢是什么 是1.6 那上传到我们的目录前面 那这里呢我们再来一个Ploom 再创建另外一个目录 那就直接在安装这个目录下吧 对吧 那我们直接 P-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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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安装好了 安装好了 我们进来看一下 Flomo 然后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 安装好的 对吧 那安装好的 我们把它改个名字 那对于这种软件 我们安装的通常只保留 它的版本 名称和版本 杠1.6.0 那我们再查看一下 是不是修改完了 对吧 那修改完了之后 我们就来进里面 看一下Flomo 这里面都有什么东西 对吧 那首先呢 有bin目录 跟其他原先一样吧 那bin目录应该是什么 一些命令吧 对吧 一些可执行的二进制 会放在这里面 那conf实际上就是配置 那这种 Docs的实际上 这是什么 这是文导 对吧 那这是lab 是什么 Flomo的一些依赖包 然后这是什么 它的一些工具 嗯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cd conf 路德兆 那实际上 这里面有什么 Flomo的配置文章 然后 拍Flomo上 Flomo的运行环境的配置 然后这是一个什么 Flomo的日之打印的配置 那实际上 这里面呢 我们就只需要把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运行环境吧 env 跟env.sh.template 那实际上的话 你如果是直接修改 它的情况下 这里面我们 只需要修改一下 什么东西 修改一下这个 加home就行了 那比如说 比如说 这里边 来一个 apps 那我只是我的 zdk的路径 是吧 zdk 1.8 那然后呢 那实际上 我要将这个 改个名字 改成什么 如果是你不给它改名字 它实际上的话 是不会去读取的 也就是说 默认加载的时候 它会加载 再给目标一下 加载成文件了 加载 加载 golom-env.sh 这个文件 默认会加载这个文件 那好 那么 我们来 那这个配置好了之后呢 我们先直接在这里边去查看一下 那怎么去查看呢 我们可以到什么 到并幕下 看一下 那并幕下 这里边有什么 伯罗姆-ng 实际上啊 伯罗姆在启动的时候 跟其他的 跟其他的这个不太一样 对吧 那其他的直接什么 直接名称就可以了 但是他的 那是伯罗姆-ng 那 然后呢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 他的版本 对吧 我们伯罗姆的一个版本 伯罗姆-ng 那看不看呢 这里边什么 1.6版本吧 对吧 那实际上 我们也可以查看 他的命令和帮助 那这里边是不是有 好的命令和帮助 还有他 agent 然后agent 上client 对吧 那实际上来讲 Aerror-ng client 那实际上 我们这里边的 伯罗姆就算是 安装完成了 那实际上 我们还可以做 做一个什么事情 将这个伯罗姆的 它添加到 我们环境变量当中 那怎么添加呢 是同样 实际上这个比较简单 Sport 然后什么 volume 干什么 -home 等你说 这个 我们刚才配在哪里 是不是在 volume下的 volume-1.6.0 对吧 那然后 我们导致一下火星面 Sport Volume-1.6.0 那接下来拼上什么 拼上 Volume-home-b 然后保存退出 那然后呢 我们重新加载一下 重新加载一下 这个文件 那这个时候 volume-nd 对吧 那 Volume-1.6.0 那我千万用不了吧 然后CD 之后呢 volume-nd 你看这里边 是不是就可以 用命的股权了 那说明我的环境变量 是配置成功了 对吧 那实际上我们也可以 用什么 命令去 Volume-nd 那这个是不是 我们环境变量 是配置成功了 对吧 那这个配置好了之后呢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去什么 去使用volume 去采集数据了 但是呢 在实际的生产环境当中 我们还要 Panji 接动线 我们可以简单来看一下 Volume-comf 然后Volume-env.sh 那实际上这里边 你比如说 加瓦的什么 这个 对占的大小啊 对吧 那所以说这里边 我们可以配置的 那实际上还可以配置什么东西呢 Volume 然后Volume-comf 那然后这里边还有什么 Volume-comf 这个文件吧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Volume-comf 对吧 那这里边 我们同样也是有一些配置项 可以去选择的 可以有一些配置项去选择 那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吗 是一些默认的啊 那好 那关于Volume的安装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那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